首先邀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小伙子 这位小伙子据说是一个神医 来 掌声有请这位神医 全程热烈 大家好 我叫王阳 今年28岁 来自金银市 我的爱情宣言是 小伙子最爱学中医 要把姑娘变美丽 看一下16位姑娘 对谁的感觉最好 场上16位姑娘 对我们这位小伙子的印象怎么样 神医 请选择 那接下来就是你们的 感觉最少灭一盏灯吧 我们来看一下神医 我们来看一下神医 神医来了 神医来了 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 大家好 我叫王阳 今年28来自吉林 大家不要误会我可不是什么中医哟 我是卖窗帘的月收入3000 谢谢 我是中医学爱好者 没事就爱看养生书 家人都吃过我开的房 只不过反馈效果有好有坏 人家给我看看 想不想傻 你最近可能着凉了 你就用温水泡一泡脚就可以了 自从学了中医之后 我感冒从来没有吃过药 七八年没有打过调皮 更重要的是 我比同样人年轻 台上的女嘉宾们 对于保持如何年轻漂亮 我可有中医的秘诀哟 3号 国庆 你好 小伙 看短片 说你是中医养成秘诀 可以把女孩变漂亮 请问一下是什么秘诀啊 秘诀就是保持自己的气不虚 具体的方法就是别吃凉的 然后像什么雪糕了 从冰箱里拿出来冷饮都不能吃 尤其现在都冬天了 女孩子们都还爱美 然后穿的会少一点 这就会导致了 女孩子们就肾寒 肾寒就还会导致 女孩子不孕的也挺多的 也挺恐怖的 所以现在大家要多注意保暖 那你怎么办呢 吃这些东西 我就是要是饮料的话 我用煤气罐加热 然后如果是西瓜 我用那个微波炉叮一点 哎呀妈呀 不用热太久 就是只要四五十秒就可以了 它就是长吻的 就是不是冰冰凉的感觉就可以了 这头又会听说呀 来15号海洋 小伙说的那个 就是吃凉东西容易不孕不孕 我就冬天把吸入个冰箱里震上 震完地吃 雪糕是冬天要的雪糕 但是现在我姑娘都四岁了 可健康了 这不孕不孕吧 不能说的 这赖女人不孕不孕 你们男人一汉一不孕不孕是不是 特别是经常爱坐着这点 就是吧 这个江湖呢 你一言不发 坐着也爱腔 神医啊 请问常年坐着的 会有啥影响吗 常年坐着 就会导致脾胃虚弱 因为不运动少嘛 所以建议你要多运动 然后那个 常常吃东西要清淡一点 就没什么问题了 我吃西瓜 用不用也进微波炉喂一下了 看你的体型还是需要的 我跟你说 神医 你要再多说一分钟 王哥别的地方没毛病 心脏先不行了 16号 16姐 不是 你短片里说了 你这没事不也就给家人抓着药吗 我估计你也就敢给家人抓着药了 因为不有吃好的还有吃坏的吗 快给我们说吃坏的咋个人 就我自己 我刚学中医的时候我不懂 然后冬天不怕冷吗 我就先吃点人参 人参那不是补气吗 扛冻吗 然后我吃完之后 把我自己鼻子吃出血了 你一次吃了多少人参 一个 今年二十几 二十八 你也真敢补啊兄弟 学几年中医给人抓药啊 我从我22岁就自己没事看中医书 一直看到现在 现在多大了 二十八看了二十八周岁我是 二十八周岁看了六年 看六年终于都输了 对 你就敢给家里人抓药了 因为他的方和症状都是很对症的 然后也很有效的 都抓啥了 比如说我爸爸头晕 他是喝酒喝多了导致头晕 我就给他开了起居地方玩 他吃了之后 效果表示也很好 女人就别咬爱贫血嘛 然后我妈妈有的时候就爱睡不好觉 然后他每当睡不好觉的时候 我就给他开酸脑仁玩 然后他吃了之后效果也很好的 沈亿啊 那你这个完全都是自学的 对啊 问题他这个胆是真大呀 你就给自己家人抓药 有的时候还是挺 不不不 是他爸他妈的胆真的很大 是 你这个 咱现场观众不知道有没有大夫 有大夫咱那专业一点 听您刚才说抓这几副钥匙 有大夫吗 有没有现场 呀呀呀呀呀 还真有 快点来把花筒地上 你看 我跟你说你记不记张 小伙子 撞枪口上了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就天下这事吧 都可巧了 你这边正吹着我 这个药相当像样的 大夫出来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您是哪儿的大夫 大家好 我叫张磊 我是搞这个个体中医门诊的 您是考过医师证了是什么 还 我是中医学院毕业的 中医学院毕业的 他刚才说的这个西瓜 这个问题 西瓜本身它是寒凉的 你即使用微波炉 你把它蒸化了 它还是寒凉的 相反的咱们比如说 这个生姜或者是干姜 它是新温的 新温的你用冰箱 冻上了之后 它还是新温的 哦 对对对对 好好好 不过我觉得小伙子的这个 就是这个起居地黄丸 还有刚才说的 蒜岛仁丸 蒜岛仁丸 这个用的我觉得 还算是比较合理 还算合议 哦 你看你看 合议啊 得到了我们专业 这个医生的认可和肯定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